各位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和王宇老师一起带领着大家回到2005年的9月21号 回到深圳市体育场 一起来看一下05赛季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回合 这是深圳建立宝队在主场对阵二阿和利 或者很多朋友也愿意成为吉达阿和利队的这场比赛 在场上呢身穿着橙色球衣灰色短裤的 这是主场作战的深圳建立宝 而客场作战的阿和利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是身穿着一身白色球衣 应该说阿和利这属于中国人民的老对手了 我们多知打压过联赛的球队 其实都和他是有过交手 深圳队这一年在四分之一决赛上 对上他也是打得尤为的困难 阿和利队的门将22号薄熙西 当时的深圳市体育场应该说涌进了非常多的观众 这场比赛在当时也是受到了大家极大的关注 首回合的比赛在西亚的客场极难的一个环境之下 深圳队虽然输球 但是带回了一个客场进球 这样的话呢在自己的主场只需要一个1比0的胜利 其实就可以确保竞技 刚上来定位球造成了威胁 刚才毛老师说了对方这个守门员 薄熙西 这个实际上找半天资料 那年好像其他国民的这个大名单里好像没点人 他的主力其实是沙特国角 叫恩耶 但是这个守门员反正在当时应该不是他们球队的1号门将 来看一下深圳队这边的先发阵容吧 大家会听到非常多的熟悉的名字 门将的位置上是19号李雷雷 后方线上5号李伟峰 8号张恩海 还有30号马里科 马里科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深圳队能够上场的应该说唯一的一位外援球员 在中场的位置呢22号袁林 29号陆伯飞 10号王欣欣 23号王洪伟 14号李建华 3号杨晨 还有9号李 应该说这些球员从甲一时代一直踢到了中超时代 甚至到了07 08 09 10 那几个赛季的时候 这些球员哪怕离开了真正队 在各自的球队当中其实也都是中流砥柱 吉他这边的守门员是22号阿卜杜·贝西西 然后后方线上5号纳伊夫·卡迪 这个卡迪是正牌的沙特国角 打过事业杯的比赛 然后还有14号穆罕默德·穆瓦利德 19号马里德·贾克达利 24号这也是正牌的沙特队138次出场的编后卫国角 侯赛因·阿卜杜·加尼 这个当时咱们很多也叫他苏莱曼尼 这个阿卜杜·加尼呢也是 他到了2018年事业杯的时候 当时还想去跟着沙特队出战 那会儿都已经40岁了 所以真是一个爱足球的老将 中场呢有7号的优筑·拉贝赫 这是20岁的摩洛哥中尉 这个摩洛哥中场 还有6号法奇·谢赫里 10号穆罕默德·萨利赫 15号萨西布·贾西姆·阿卜杜拉 这个是打过04年亚洲杯的沙特国角 封线上呢是9号巴利德·吉扎尼和29号塔拉勒·梅沙尔 这个梅沙尔沙特队60场32个进球啊 是沙特整个队史上进球第五多的球员 也是踢过两届的亚洲杯的比赛 应该说吉扎国民呢在沙特不算是最强的球队 像什么利亚德·辛悦 利亚德·胜利 包括吉扎的另外一支球队 叫伊迪哈德的这个吉扎联合 都是在阵容上啊 在这个财力上啊 都比吉扎国民要厉害 吉扎国民历史上好像只拿过三回的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 而且在04年和05年 他们那个时候在沙特联赛里头 成绩也不是特别好 第五啊 第四啊 反正就这个附近 我后来还想查说 当年他们是以什么身份进的亚冠 也没查着 深圳队这边呢 则是以2014赛季中超联赛 2004赛季中超联赛冠军的身份 进入到了这个赛季的亚冠联赛的比赛当中 当时的亚冠呢 还是属于我们说的亚冠联赛创立之后的第一个阶段 每个小组只有一支球队能出现 先看深圳队的这一次进攻 已经是打到了底线附近 才有门前船 在边路 刚才是14号李建华高速向前的推进 这厉害啊 这踢得跟卡服似的啊 你就看沿着边线一个橙色的身影 一路带过了无数后卫的围追堵截啊 就包括后来 你看李建华在广东踢球的时候 他的那个在边路向前推进的速度能力 也都是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这球员一直在广东踢球 当时的深圳队啊 后来像梅线的球队啊 像广州福利啊 都是很注重这个南派球员的使用 李章珠在恒大的时候呢 李建华还被任命为球队的副队长 李建华呢 离开深圳去了恒大 离开恒大去了福利 完了在深圳宝星 还有梅线铁汉 最后是回了自己的老家梅线 当时咱们的足球之乡 也是出产了很多 中国足坛重要的球员 这是10号王欣欣 这球直接打到禁区里 当时的深圳队 真是集中了一批非常好的球员 有了 来看 这是比赛进行到第7分钟 深圳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是率先攻破了对手的球门 进球的是30号马里科 定位球之后 乱军当中将球送进了球门 这球一进呢 总比分2比2 咱们算是把这个主动拳拿回来了 领先对方半个球 你看那望远镜 也很有当时看球的这个时代感 马里科扎勇茨 这是在波兰队 踢过4场的波兰锅脚的中后卫 这年已经32岁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 球是直接打到了远端 往门前点 马里科那儿漏了 没有人管他 对方在防定位球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看球不看人的这个水准 比赛刚刚开场 打到了6分钟的时候 远林把球顶到了中路 然后李伟峰再把球送到了 右侧的区域 马里科直接的一脚铲射把球送进了球门 深圳队1比0领先 两回合的总比分已经是变成了2比2 即使是这个比分保持到全场比赛结束 深圳队也将会淘汰对手而取得晋级 对方这是谁啊 一个倒钩完了 在地下还产射 双方首回合其实打的是非常的苦的 那场比赛是05年的9月14号踢的 然后呢 当时远赴西亚的客场 现在在查一查当时的媒体报道 说这个地表差不多得40度往上的这样的高温 然后给深圳队其实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而且呢 就包括那时候的深圳队 可能整个因为资金的问题啊 然后呢 球队的这个队伍的问题啊 你像这些出国的比赛签证住宿 都可能会有方方面面的牵绊 而且那个时候咱们去西亚阿联酋也好 沙特也好 好像还没有直飞的航班还在倒 现在去可能几个小时的事 10个小时之内 那会儿都在试好几个将近20个小时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首回合其实深圳队踢的并不好 阳晨摆了一个乌龙 然后在这场比赛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当中 大放一彩的李毅 在那场比赛当中全场没有射门 然后呢周挺因为自己的不冷静 还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 这样的话首回合深圳队1比2输球 带了一个客场进球回来 在当时大家觉得已经是非常理想的 可以接受的结果 但是人员上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 陈永强伤了 然后周挺在这场比赛当中停赛 首回合没首发的王欣欣和陆伯飞 在这场比赛当中都是 全部都是首发出场 这场和首回合相比呢 深圳队是李明和周挺没上 上了陆伯飞和王欣欣 这个其实你从这四个人对比就知道 这场深圳队肯定是要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进攻上 因为毕竟首回合他们比分是落后的 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明指导已经离开了 带队的是郭有龙指导 郭有龙指导 基本上面对这样的强敌是 532或者541为主 但是这场球也不可能说 我们落后还完全去指手不攻 所以卢伯飞 所以王欣欣都是被围以重任 阿富丽队这边 10号萨莱赫 外围直接的一脚打门 这球打偏了 那会儿呢 王欣欣还是租借 从良心队租来的深圳队 效力这一年 由于俱乐部出现了一些财政的问题 所以那年转会市场基本上想进补 只能靠租 而且那年很多就是队员的签约也是比较乱 这边亚冠马上要开打了 提前一天 刘亦峰这合同刚签了 所以现在虽然看来当时那支深圳队 一是保留了之前04赛季中超冠军的班底 二呢 在位置上还有一些像王欣欣这样的进步 但是呢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它确实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球员都面临着欠欣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新进步的球员呢 基本上是以这种租借的形式来完成的 现在搜当时的新闻 看有说这个王宏伟 这也是当时的主力球员了 说现在家里都接不开锅了 一直不发工资 种种 后来大帝跟我们聊天也说过 那时候确实大家 没钱 没钱也得踢啊 是吧 先把比赛尽量的能拿下来 能尽量往前走再说 联赛可能有的时候这种 直接的跳船 来看一下正面 起脚 打门 联赛的话 有时候这种 这种拼劲 可能未必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这是亚冠赛场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看重 这是为国争光啊 中国足球的脸面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他们真是 那会儿算是高峰亮节 陆伯飞刚才进去前沿 闪开空档之后 直接的一条打门 这球稍稍的打高了一些 关于王宇老师刚才所提到的 对方门将的这个情况 也查到了一些相关的报道 说是首回合 对方的主力门将 纳依 然后一些高空球的出击 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稳定 但这门将刚才那两次 角球定位球 然后说 阿克力队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 就进行了门将的位置上的更换 然后纳依也是被放到替补席上 这门将你刚才那几个红球 也挺慌的 这是对方的9号 吉扎尼 把球再转移到中路 开场早早丢球之后 这样就迫使阿克力队 在随后的时间里 他的阵型要展开 客场作战 而且你必须要去攻出来 其实这么打 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难受 这是李建华 后场直接向前的长传 郭志导带队之后 像刚才王宇老师所提到的 一般打这些关键的比赛 他会放三名中后卫的球员 在自己的后场 然后两个边路 王洪伟 李建华 有点像后来发展成一位的 这样的球员 但是在当时大家还愿意把这个阵容称为352 封线上要有两个前锋 中场要有像王欣欣这样的10号位的球员 来进行拿球的进攻的组织 然后再摆两个这种纯正的后腰型的球员 你看深圳队禁区附近这人确实不老少 对手斜往里渗透 或者从边路也好 很难打破咱们的这多人的防线 前场呢就留了李毅一个人 对吧 中场囤积了重兵啊 但是沙特球队还是明知山有谷 偏向虎山行 非要渗透 但是他这个10号萨利赫啊 这个能力是有的 这也是沙特队的 国脚球员啊 29号塔拉勒呢 是冲击力很强的这个中锋 9号齐扎尼也是走脚下的这种类型 他还是带有这沙特足球传统的那种优势 开场打了15分钟 深圳建立宝队早早的取得进球 李建华这一侧的拿球突破 在这场比赛当中 给对手制造了极大的威胁 再看这个球往中间分 展开空档 这个位置空了 打门 球进了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 深圳建立宝队再下一程 场上的比分 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变成了2比0 李终于是取得了进球 在上一场远征西亚 全场比赛没有能够形成一脚打门之后 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周的时间里 还是承受了国内媒体和球迷 非常大的质疑和批评之声的 但是在这个时刻 彰显了射手本色 关键时刻的一脚抢射 把这个球直接推进了对方的球门 进球之后 也是在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显得非常非常的兴奋 要知道那个时候 李终于的上一个亚冠联赛的进球 是4月6号 亚冠小组赛打越南加莱的时候 然后取得了进球 接下来在亚冠赛场一直显得多多少少 有点脚风不顺 刚才陆伯飞这个球传得也棒 接到李建华的这个球之后 先变一个方向 变方向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李逸的位置 然后一巧破千斤 轻巧地把这个球从对方防守球员 在人缝当中逮过去 李逸拿球也不用更多的停球 或者调整球的位置 直接就可以打 镜头刚才是对准了之前进球的30号 马里克 马里克私职中位 他也是在这套阵容当中 深圳队当时唯一能上场的外援 封线上还有另外一个前锋的外援 吉马 但是呢吉马在这场比赛之前受伤 这是萨利赫 哇你看 一凸三啊 沙特球员真是赶过啊 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没吸的能力 不对那会儿还没吸刚出名 个个都觉得自己有马拉多大的能力 个个都觉得自己有德尼尔森的能力 双黄在场上一些小动作上 也是踢的略微有些挫火 呦 这个单架队坐着四个路波飞 哥几个都穿的10号 而且还是巴西队的配色 在小组赛当中呢 深圳队是四胜一平一复 最后是拿了13个积分 在和水源三星 盘天喜悦 这样的球队同组的情况下呢 能够获得小组第一 最终取得出现 这个对深圳队来说 在当时小组赛就打得非常的有血性 当时他们前五轮的时候 因为是输给盘天喜悦一场在课场 所以呢 在打完五轮以后 是十分落后水源三星三分 最后一轮 直接主场面对对手 这就是必须赢才能出现 平了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在那种情况下 1比0拿下 那场球实际上也很关键 也很重要 也很提气 所以这一年的深圳队 整个这个亚冠之路 虽然最后出局的时候 也输得比较多了 输得比当年的山东队还多 但是真的在这种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 各种各样的麻烦缠身的情况下 能够一路上攻克那么多难关险阻 确实让大家觉得 这个中国足球运动员 没有那么 平时大家说的那么不堪 还是有血性的 还是有这种斗魂的 你看这个 基达这边 他这个进攻 大家想的第一时间都是先带 先突 这个实在过不去了 再看看哪有队友接 可以传一下 前面没有队友传的话 往后边传一下 就反正他这个 你说不管什么教练带这个队 你说怎么打 怎么打整体 大家的潜意识 第一下 第一反应都是要带 嗯 其他国民 由于因为沙特的这个 联赛是跨年的啊 0405赛季踢的不好 也换了教练 换了外援 亚冠呢 在这一年已经是单年的 单年度来进行了 所以其实小组赛和到了淘汰赛以后 变化很大 基本不是一支球队 当时他们小组赛啊 三个巴西的外援 加起来进了十个球 嗯 当时一个叫 阿里伤德罗 另外一个叫弗拉维奥 还有一个叫佩雷拉啊 当时号称三剑客啊 他们在小组赛是五胜一平 很轻松的就出现了 五胜一负 很轻松出现了 但是由于联赛成绩不好 这巴西三剑客 到了淘汰赛开始之后 就剩下一个佩雷拉 而换的新外援啊 也没有完全到位 嗯 只有这个今天 场上的这个年轻的 摩洛哥球员拉贝赫能够踢 所以他们其实在当年 这个境遇也不是非常的顺利了啊 深圳队2比0领先的情况下 也是加强了防守力度 之前呢 来自韩国的主裁判 先人向李伟峰出示了一张黄牌 认为李伟峰刚才在吃界外球的时候 有拖延比赛时间的嫌疑 刚才是杨晨 现在看陆伯飞 李雷雷 李毅 那会儿 04年的时候 还叫皇家建立宝呢 嗯 裹脚最多的球队啊 啊 球迷脚啊 如果能拉来这样一个赞助 我觉得俱乐部也 没问题 哎呦好球 这是打到22分钟 阿克力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所取得的那个漂亮的任意球破门 距离球门差不多27米开外 苏莱曼尼右脚打门 这个球滑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弧线 直接窜进了球网 这个苏莱曼尼或者阿卜多勒加尼 也是非常传奇 1977年出生 当时 98年就跟着 跟着沙特队踢了事业杯的比赛 然后到了18年之前 为了能够再去踢18年的世界杯 还跑到保加利亚去留洋了一年 41岁的高龄 40岁的高龄去留洋 当然最后没有成功 然后现在还没退役 现在19年又回到基达国民 继续去踢了 这真是对足球的热爱 冲破天际啊 后场直接的长传球 想要去找在边路的阳尘 但是这个球送的效果并不好 有很多球迷在我们的评论区里 来回忆那个赛季的建立宝 有的说爱这支深圳队 还有的说深圳建立宝当时的阵容是无敌的 这个阵容加上正志 现在中超第一了 04赛季就是有正志啊 那会儿还有正斌指导 那样的一套阵容要显得更加的强大 而且这个队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什么 就是他面对困难斗魂不散 虽然那时候在联赛里头 这05年的联赛已经开始什么连败 三连败之类的了 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在亚洲赛场上 为国争光的这个场合 球员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不管以前跟教练怎么样 跟俱乐部怎么样 但是上了亚冠赛场 大家团结一致 然后对得起球迷 然后对得起代表中国出战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对 这个品质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是真的是 可能其他俱乐部的话 哪怕是豪门俱乐部 也要好多年的这种沉淀积累 才能拥有的品质 但是深圳队当时你说也没有强多少年 但是立刻 这队里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氛 这真的 可遇不可求 而且我觉得也和像 李毅指导 李伟峰指导 他们个人的这些东西 个人的魅力是有很大关系的 直播间里有球迷说 刚才李伟峰的那个黄牌 不太应该 因为那黄牌拿了以后 下一场上不了了 下一场打阿联酋的爱因 结果 就更加困难了 还有球迷说得非常好 说是哪有几个真正的深圳人 深圳之所以发展就是兼容并报 确实这个队里头 广东球员不少 但是在这个非广东球员的这种精神的团结和鼓舞之下 整个球队爆发了惊人的力量 上台上中国足协当时的很多领导也都在 也有球迷朋友在直播间里提到了 那个赛季深圳队的一些情况 那个赛季不仅仅是三亿七帅 这中间当然还有大地说的那个很著名的天亮 然后另外就是俱乐部的这个高层 就是投资人在不断的换 到底有钱没钱 然后建立宝转给了那个谁来着 然后后来又转到了刚才我们球迷朋友说的这个杨赛欣的手里 然后你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为了拿到更多的现金回流 你怎么办呢 就还得让球员离开 然后再也有球迷把这个赛季 这场亚冠联赛的比赛定义为这支深圳队最后的辉煌 这样并不为过 而在之后的日子大家就可以回顾了 当年的中超的冠军 然后再从05-06赛季开始 接下来就慢慢的开始变成了一支中游球队 再变成一支保级球队 然后1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特鲁西埃执教 深圳队降级 那场球我还直播了 都非常的感慨 然后一直再到2019赛季 深圳队再回来 当去年深圳队回来的时候 不还有一个很经典的照片吗 一个爸爸带着孩子 当时还小的时候在深圳队的主场 看着深圳队降级 然后等到深圳队在杀汇中超的时候 父子在深圳队的主场又合了一张眼 孩子都已经长大 比赛打了将近半个小时 场上的比分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变成了2比1 两回合的总比分 这时候变成了3比3 双方已经打平了 刚才又是这个阿卜杜洛的加尼 这回30多米也往里抡了 这就属于守株带痛 第一次尝到甜头 我觉得第二次我也OK 加尼打的是边前卫吧 对吧 左边前卫 后场直接向前的出球 352这样的一个阵容呢 就是你边一位的位置压上去之后 在他身后会留下一个空刀 阿克力队这边也在不断的去打这一侧的空刀 想要去集中的利用一下 把比分追回一城之后 明显阿克力队这边整体的阵容 现在开始进一步的压上 说他这球员爱戴吧 但是还真的个个都有突破能力 咱们的防守基本上每一次 你要不然就得扔掉重心去铲他 要不然就得两个人或者更多人来斜防 才能把他断下来 这么防呢 会很累 杨晨那会儿踢的是中场 对吧 已经不是前锋的位置了 所以实际上这场还是一个541 封线上只有李毅一个人 这球侧向的转过来 正面三个人的防守 迫使对方的这脚打门 没有能够命中准心 这个29号是他们唯一一个不太爱戴的 有非常强的直接去得分 去攻击球门的欲望 拿球就是一脚 李雷雷 这个球直接大脚放到前场 所以沙特国家队他进球很多 这也是不能都带 都带进不去 得有人爱射门才行 这是爱戴的9号 比赛已经是打了半个小时 场上的比分在这时候是2比1 主场作战的深圳队领先 现在还有球迷回顾05年的深圳队 大家说每一场比赛 打的都像励志大票 小组赛第一轮打盘金喜悦 这会儿再去问问李伟峰指导 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当时的故事是赛前一天吧 这个合同才签 然后呢 恢复训练也就是一周的时间 然后那会儿呢 池上斌教练说 这只要去别丢人就行 结果1比0 李伟峰的进球 帮助球队击败了盘天喜悦 那会儿大家觉得最有意思 就是打的盘天喜悦的教练赛后 说我今天气不好 然后就开始已经怪天气 怪地球的引力 这些场外的因素 再加上鲁能那会儿是客场击败了横滨水手 所以两支当时打压惯的中超的球队 双双击败了来自日本联赛的球队 让国内媒体也是好一阵的夸奖 然后日本的媒体一片哀嚎 后来盘天喜悦算是报了仇 那边横滨又输给山东一场 刚才这塔拉勒也是 他这拿球第一反应就是射 反正这队里的前场 要不然第一反应是带 要么第一反应是打 没有第一反应是要传的 这其实也是杀的足球 哪怕到现在 俱乐部也好 国家队也好 很难解决的一个大毛病 再打 然后深圳队的小组赛 一路打一路走过来 到了最后一轮 也就是王宇老师刚才介绍的 赢水源三星的那场比赛 当时是五轮比赛 赛后 教练和球员 包括和俱乐部高层之间的矛盾 就已经盖不住 那会儿足协还有一个工作组 然后说是独占也好 说是来调查也好 也来到了球队当中 然后郭日龙指导 就是那会儿上任的 然后李伟峰当时是带着伤 然后又回到了放弃养伤 回到了球队当中 最后一场比赛之前 各方放下了争执 也算是一致团结 要打好最后一场比赛 结果就是在最后的一场比赛当中 深圳队1-0击败了水源三星 然后力压同组的两大对手 从小组当中杀出重围 然后再队上阿尔阿克利 咱们中国足球习惯了 打平就出现 结果输以惨的 但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之下 打平就被淘汰 然后绝境求生能够赢 真的在整个中国足球历史上 这样的战力也并不多见 所以这和我们之前回顾的 像恒大那几年打亚冠 包括我们在这周之前所回顾的 老实一些的这些俱乐部打亚冠 然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还不一样 之前大家看球星 然后看球队的技战术 看教练的点睛之笔 但是这场球大家要更多的看精神 精神确实厉害 但是你看踢到现在 深圳 击探数水平也很高 这几个球员 如果是广东本地球员的话 可能名气没那么大 但是技术的基本功都很好 能力都很强 这大盘球星的话 李伟峰李懿他们 这更不用提 对吧 还有杨晨 中场第一道防线的拦截 这是王宏伟 这都很关键的表现 哎呀 这球传大了 小一点是个很好的机会 阿赫利 扳回一球之后 现在其实他也在想着 更稳健一点 进攻的这个步子又放慢下来了 李懿这天在前场拿球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孤立无远 也没人能过来帮忙 就在一个人扛着对方的中后卫 他带着队长秀标 跟卡迪俩人在摔跤的 俩人这场比赛也算是针尖对脉吗 比赛打到36分钟 深圳队前场的任意球 这一次王欣欣来主罚 就直接打到禁区里 禁区内第一落点 是被阿克利队的防守球员顶住了 5号卡迪 两队首回合 深圳队的进球 深圳队的进球 就是卡迪打进的 当时那场是 大家各进一个乌龙 另外一个球是他们的巴西外元 佩雷拉打 那场比赛确实很有意思 一场比赛两乌龙 然后各自帮对方攻破了自家球门 而且进乌龙的 还都是队中算是比较大盘的球员 卡迪 杨晨 机缘巧合吧也是 这是7号拉贝赫 确实一看很年轻 20岁的年轻的脸上 所以其实阿克利 真是在7号球队当中 不算好球 在进区内也是一片乱寨 这球打在了球门立柱上 然后紧接着杨晨 再把球顺势捅进球门 不过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下应该有冲撞 对方守门员 是吧 第一下没问题 如果不越位的话 第一下没问题 但是第二下 有人和对方的门将 博西西撞一块 第一下确实不越位 他球门左边还站着一个人 是吧 但是这一下 好像踢着对方门将 也给封着一下 这球这手边出击也很果断 阳城临门也就两米 大门奋不顾身 博西西 这个球篮下之后 这光智商智了半天 手腕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阳林和阳晨 两个人在场上 也是在实时的去坐着交流 阳晨回来这个号码 也真是 这一直都是先踢前锋 然后后来职业生涯 越踢越靠后 到后来踢成后卫 但是号码 好像从德国回来之后 一直穿的都是 就是靠前的 类似于后防球员这样的号码 也有球迷说 富兰克靓仔 说阳晨从前锋改打中场 后来又打成了后卫 本来 李毅为啥打张黄牌 没他事 撞着对方守门员 那是李伟峰 然后把这个球 后来踢进去 有可能说是想的事 再往里踢的 这是 阳晨 哪有李毅啥事 没啥拿张黄牌 李毅应该是就是双方都比较混乱 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会儿了 和对方的球员起了些争 和卡迪是不是打起来 上半时比赛就打到这个时间段 比赛进行的节奏就多多少少一点支离破碎 9月份的深圳其实也很热 对啊 但是呢 你这个跟西亚沙特那边的热呢 可能还不是一个劲 那边太阳大 深圳就是又湿又闷 对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比赛是晚上七点半踢的 但是在这种湿热的天气情况下 对两队来说呢 都是一种体能上的考验 你看看这个深圳队的球衣 它的裤子是灰色的 但是每个人在这个 呃 踢到40分钟的时候 已经变成深灰了 嗯 已经汗都透了啊 然后那会儿的球衣设计 还本身都是属于一种比较宽大的款式 好球 这谁啊 啊 来看啊 在这一侧的速度 我天 你看这个气势这个镜头啊 自己后场断了球 一路跟队友坐着配合 就往前推啊 就这种勇猛 真是 你就别说像深圳队这样 也没钱拿 也很混乱的情况了 真正豪门去踢生死战啊 这个后勤保障没有任何问题 面面俱到的情况下去 踢生死战 能有人拼成这个样子 那也很不用 也很少钱 而且当时深圳队 其实把自己的整个重心 都是放在了亚惠联赛当中 这个连 这一场比赛之前的联赛 深圳队好像去了18个球员吧 以半主力 混 半替补的这样的一套阵容 然后完成了前一场的中超联赛的比赛 以前那会儿说第一场比赛打完 盘田喜悦 其他的队呢 是俱乐部高层给发奖金 然后深圳队当时是 我们把之前欠的钱先给你补上一些啊 当然好像一直没有怎么太补得上啊 所以到后来 你说球员也是一场两场一个月两月高峰亮节一下 或者说被逼无奈一下这都正常 但是你不可能一直这样 职业足球 职业足球 对啊 球员是以此为职业的 呦 这个阿卜多勒加尼又来了 这次多少米 也在30米 还是要打一看 这回下三路 李雷雷 对球直接出击 抢在对方的进攻球员之前 把球稳稳的抱住了 当时不管俱乐部高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深圳的球迷 对于这样的一支球形云集的深圳队 非常喜爱 非常支持 球迷问现在如果国足还有阳城 身价是多少 最高2000万嘛 是吧 有限价 而且其实那两年 现在回头看 甲义的末期到中超的初期 那会儿咱们 国内球员的转会 也是有一个 这个计算系数 那会儿标王 其实每年也没有太多钱 而且现在是这样 就是咱们说不能光攻战琴群的比 那就是 随着 市场的这种发展 球员的 价值 还有溢价 内玛尔两个多亿卖完 然后接下来就发展成了这个世界足坛 没有7000万往上 不好意思跟别人去谈这个好的球员了 不光咱们有泡沫 昨天晚上陈主席说咱们要把泡沫几条 其实国际足坛也一样了 而且现在其实欧洲的媒体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一次疫情之后 那你潜在的一些交易 像维尔纳呀 老塔罗 马丁内斯啊 这些球员 一开始是期待能卖上高价的 那你现在的这个价钱还有几何 我昨天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 说这个普达拉奇遇的主席说 我们之前把这个 斯尔兰德斯卖了6500万给曼联 但是要是现在卖 能卖2000万就不错了 就不用到疫情结束了 现在你看那个价值 未来如果下窗再开的话 这价值肯定就都下去一大块 刘伟峰在这场比赛当中 刘伟峰这一侧的进攻 其实压的是非常的靠上 三个后卫 詹如海更多的是在拖后的那个位置 然后刘伟峰和马里科 两个人各站左右中位 在进攻的时候 马里科不太参与运动进攻 但是李伟峰的位置顶得极其的靠前 风哥那会儿放飞自我 一有机会就上去 上半时比赛 这时候已经是临近尾声了 45分钟的时间 深圳队的脚球 陆伯飞直接打到禁区里 这陆伯飞 我怎么看他球裤上写的是29号 陆伯飞是29号 对 你是和王欣欣弄混的是吗 我以为当时困难的球衣都整不住一道来了 这个不是说困不困难 这个你是无法通过赛前检查的 对 没反规则了 两个人互相一让 差一点 这球很危险 上半时比赛也是马上到最后吹哨的时候了 球员多多少少出现了一定的松懈 这个球比较悬 比勒勒出击 拿出球之后也显得有点气愤 当然这样的机会 对方的9号吉扎尼都没把握住 吉扎尼还是觉得很遗憾 这个吉扎尼进过国家队吗 好像四场 六位锋已经是压到这一侧的区域 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中后位 还去插去往边峰的位置上走 远林往中间改 然后这会儿身穿三号球衣的杨晨 他的位置其实就已经开始回撤了 这就是球迷说的 打前锋然后退到中场 然后最后在厦门踢到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 那会儿就已经开始打中后位 哎呀说到厦门足球这也让大家唏嘘 就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还跟着我们的记者去拍了厦门蓝师 然后采访了高红波指导 杨晨还有叶里奇 但是现在厦门已经没有一支 在职业联赛序列当中的球队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起回到深圳市体育场 一起来看一下2005年的这场亚冠联赛 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其实你如果大家就是想看进球的话 精华部分都已经在上半时比赛 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出现 两支球队梅华建筑 短时间内连续出现了三个进球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在当时深圳这种湿热的天气下进行了一番苦战 因为这个是当时的比赛的录像 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后来还打了加时 但是我们拿到的比赛的画面呢 是当时那场比赛的实况录像的剪辑 下半时比赛大家看的时候呢 时间轴会多多少少的有一些跳跃 但是精华部分我们不会错过 就咱们这个字幕的这个时间还是不太对是吧 但是还好 因为昨天看山东队那场球也是这个同一年的比赛嘛 但是他在右下角时不时会有一个官方的时间出现 大家别忘了看那个时间来对一对 我们的导播也说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对的啊 刚开始没捡呢 好球 侧后方大产 这下半场 包括待会儿到加日赛 我觉得 这种比赛的情景和氛围让我想起来了一个电影的名字 血战刚距离 拼吧 还剩下75分钟的时间啊 我们看看深圳的这些球员 所以大家说你在足球场上会欣赏到很多美学 每个人在自己的心里都会有自己的足球美学 很多人觉得巴塞罗那那种传控的极致 Tiki Taka 那个是一种你欣赏的足球美学 也有人觉得把防守反击 项目里尿巅峰的时候那样去做到极致 这也是一种足球的美学 也有人觉得像这个诺丁汉斯林啊 之前我们转备汉姆那个专题的时候 温布尔登的这种你把暴力狂邦的这种感觉 诠释到极致 也是足球的美学 但是你在这个赛季深圳队的亚冠的比赛当中 更多的得是看你去看精神 有权利说啊 现在的李宇峰当了教练以后啊 这大家也从报道当中看到了 对球员们 当然肯定有这种关怀和算是慈爱的一面 但是呢也在训练里面毫不留情的跟大家说 你们赚那么多钱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其实就是当年我觉得是从深圳队培养出来的 然后一直延续下去的他个人的这种 这种三观或者个人的这种精神 就有一些球员你可以去批评他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脾气 但是你不得不去承认拥有这些脾气的球员更容易去成为一支球队的领袖 越容易在关键时刻去带领一支球队去前进 这是一把双刃剑 就看你怎么样去更好的更合理的去利用 因为这球很威励 架半场刚刚开场不久 阿和里队进攻线上29号塔拉尔 这就是王宇老师刚才说的 塔拉尔就更愿意来直接的 能射门先射门 这球他展现了中锋的这种能力 背身拿球扛住 然后一个转身甩开后卫 带到了合适的起脚的不点和角度上 这射门的质量也很高 是奔远脚的死脚而去 又来 这是塔拉尔又一次透球百度 相当于这个队封线上按咱们的话讲 就是一高一快 一个中锋一个这种拿球 或者突破的二前锋 你看人家俩人搭档封线 咱们这边每回都是离异之道 又被踢倒了 好球 这个投球抢的不用看号码 一看就是李伟锋 刚才有球迷说 喜欢李伟锋指导 这跑步的姿态 一看就很爷们 在边落 这是14号李建华的防守 第一时间 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 也是延缓了阿克力队的反击节奏 斯里曼尼 给球侧向的转移过去 还是这塔拉勒 这下晃得也漂亮 人家不是说不会过人 会过的 你看 没有碰球 单靠自己重心的变换 就把马里科骗到一边去 这场比赛 深圳队击败了阿克力之后 接下来是遇上了二爱因 然后另一个半区 伊蒂哈德格是打的釜山 结果两支七亚的球队 应该是最后会识到了决赛当中 那会儿的亚冠 还是属于西风压倒东风 因为那会儿西风钱多 对 西风有钱 伊蒂哈德或者说吉达联合 它是什么卡龙 迪塞尔约布 这都是欧洲的 刚刚还在主流联赛 踢主地的大牌的这些外援前锋 包括当时沙特队前场的 这些核心主义也都在吉达联合 那会儿 因为山东队后来被他们 撤得非常狠 当时就有人比 说我们是拿5000万 打人家5000万 但是我们是人民币 人家是美元 在那个时代 亚洲足坛的恒大 毫无疑问就是伊蒂哈德 后来还真的 就是说从06年07年开始 先是全北 然后日本的几支球队 然后再接下来是卫山 日韩的球队 先在亚冠联赛当中 确立了连续夺冠的这种统治性的地位 然后广州恒大再代表中超 一军突起 确立了东亚足球 一直到现在为止 在亚冠联赛当中的这种统治性的地位 逼着西亚这 拼拼改制 而且人家这吉达联合 这在04年05年是连续夺过 这个他后来 好像没有其他亚洲球队能够做到 这次定位球很有威胁 那会儿就是你三年两冠就已经差不多了 是 恒大那个已经很接近了 三年两冠 然后再跟这个比较接近的 就是那会儿全北 然后全北还在自家门口玩线过一次 直播间里有人问 毛老师刚才讲的是薛深吗 薛深 薛尔岛还在带队呢 薛尔岛还在带队 跟咱们踢不了球没空 倒是一块说过球 而薛深那个时候在深圳队 还算是比较重要的球员之一 对吧 算是主力提补吧 所以就是这个事就是感慨什么呢 中国足球有很多 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球队 或者是他虽然没有能够统治一个时代 但是却代表了一方水土一地球迷记忆的这些球队 但是呢他慢慢地都消失在了这个历史的长河和中国足球的版图当中 问题在于这时间其实还没过去很久 这个会让大家很感慨 刚才李宇峰单房急扎你 房子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那会儿就这场球 我觉得李宇峰是踩着风火轮 带着这个超级赛亚人的光环在场上再踢 然后人家足球有着一百年几百年历史的这些国家呢 大家所感慨的就是你室友俱乐部会议大洒金钱 统治一时 然后接下来也落寞了 也降级了 但是最起码这个队人家还在 这个队没了呢 这个当地的球迷亚政府啊 最起码我是托管的形式啊 还是说我再把这个商标再给买回来啊 我这个队还能再回来 是你现在去看看意大利的很多球队 它这个名字都有细微的改变 因为以前的破产了 但破产了之后不代表说 你这个公司能破产 但是俱乐部是永存的 不可能在当地球迷心中就此一块消失了 是吧 我通过各种方式集资也好 政府出点钱也好 或者有新的老板 新的有钱人来出钱也好 我这个商标稍微改几个字啊 但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和以前 一百年前几十年前 那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你说你现在对一个深圳球迷来说呢 最起码深圳这支队还在 但是你对于西安那么好的一个球士 你跟西安球迷说 现在你没有一个在顶级连赛踢球的球队 大家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 西安球迷 你说辽宁队现在没了 你跟我说就跟你当年 跟我说大连队没了的时候 是一样的感觉 西安球迷还好 现在有这个潮汉经济可以寄托 但是辽宁球迷真是这未来两年咋办 然后你去厦门 你真是也算是 人人都很爱足球的一个城市 然后现在说厦门就没有一支职业球队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足球体系里头 这个 俱乐部和公司 或者说足球和钱挨得太近了 太近了 又是李伟峰吧 天 这点超级塞亚人二层 今天这功力太强了 其实大家你说那会发不出钱来 跟教练关系不好 跟俱乐部这也是半信半疑 你说有没有情绪 肯定有 你看李伟进球以后那庆祝 你看李伟峰这些身上额外的光环 实际上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把这些郁闷和不满 发泄在场上 这个发泄在 以正常的途径发泄在对手身上 对吧 杨晨在中场拿球来进行组织 向前的直C球 李毅的身边还是集中了对方太多的防守球员 他的威胁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来之后 你看阿克力队的球员 对他的这种集中防守力度是非常大 就包括首回合 阿克力队对李毅的这种防守的重视 这是专门一到两人来盯他 然后让大帝那一场比赛 我都没找着能起脚的机会 肯定一到两人盯他 这封线上就占他一个 没有别人 而且现在是每次背身贴房 都是以一个踢人啊 或者铲球啊 这种犯规的动作来作为结束 实际队在下半时比赛当中所获得的第一个有威胁位置上的任意球 29号陆伯飞来主罚 张永海后来在国安 然后再后来在大连 陆伯飞在江苏 王欣欣在天津 这都是后来成为了各支球队当中绝对的骨干核心的球员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个王洪伟 后来很早就不踢了 对吧 这会儿深圳队他能踢主力的 是吧 再就是黄云峰 这是当年深圳队 后来07年 踢完07年年底就退役了 黄云峰待会儿也会替补换上来 几大国民已经开始准备要换第一个人了 李建华你别看又瘦又小 但是面对着对方的中卫卡迪也是奋发向前 也是拼命的去抢 深圳队这一侧的边线球 从这个距离看 这是要准备制一个手榴弹 对 袁林当时是有这能力的 那会儿擦球啊 这个球裤也肥大 袁林是用自己的球裤来擦 用不着后边那些球直接给制进来 用不着后边那些什么 你给我毛巾 你给我藏毛巾这些事是吧 那个事也很逗 就是斯托克城在德拉普的手里 把这个手榴弹给变成了一个 在英超很有杀伤力的战术之后呢 这个各方就开始打官司 客队说都是一个球场 我虽然是客队 你有毛巾 我也得有毛巾 不是说你这毛巾不能用 就是你也得给我用 斯托克城说那这不行 先看一下深圳队这个球啊 然后再讲手榴弹的故事 哎呦差一点 中间是谁啊 那个点 球经过了反弹之后呢 最后被对方的门将波西西 把球给拿到 反击 这是萨列赫在带球 这球员很矮 向前的一个直随球 这个球又是出现了一个漏球的失误 好在在门前 李雷雷及时出击 封堵住了角度之后 直接倒地 把这个球给挡住了 再一个李建华跟得非常及时 这球李雷雷是扑向了对方射门球员的这个方向 但是李建华 已经飞速的回防到位了 把这个球一脚破坏去 阿赫利队这边要做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换人了 比赛打到61分钟的时候呢 他们是换下了14号莫瓦拉德 换上的是现在大家看到的13号哈瓦萨维 马里克莫瓦特哈萨维 24岁的前锋 下的这个14号应该是踢中场的吧 不对踢边位的还是 他是在后方线上撤下一个人 右边位 换了一个前锋上来 这就是阿赫利队也明白 如果客场作战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 把比赛拖到加10 这个是有些不利 但是如果他们能再进一个球 这样深圳队就必须再进两个 这个局面马上就不一样 刚才说到这个斯多克城 后来把这个手榴弹战术发扬光大 然后德拉普在这个 就是02年 王宇老师应该有印象 有一阵说这个球衣里边还有个内衬 然后还有个下摆 就是有这样的一款球衣当中找到了灵感 找了一块比较吸水的毛巾 然后缝在了自己的这个球衣下摆上 我以为你说直接拿那种 那种半透明的内衬擦 我想说那方不吸水擦不干 他是缝了一个吸水的毛巾 在自己的球衣里头 然后呢 他觉得不沉呢 你这个比赛出了汗 完了那毛巾 哇天 更沉 掉一斤了 相当于咱们古代练功 这个绑杀带 所以大家都说足球比赛 很多盘外招 包括这场比赛 踢完 然后深圳队接下来的一轮是打爱因 客场打爱因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早点去啊 适应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然后再早点到西亚来进行合练 那会资金可能因为这场比赛的原因 也到位了一些 二人阿联酋大使馆说了 签证我给你紧一紧 大使馆还挺 还挺新系沙特足球的 新系阿联酋足球的 刚才应该是李懿 人球分过 非常潇洒 但是又被踢了一脚 不是李懿 谁啊 黄欣欣 跟裁判也非常愤怒的在抗议 好像不是踢了一脚 挨了一巴掌 又球迷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提到了王洪伟 后来和特鲁西埃 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去年担任了四川九牛队的主教练 在那之前执教过江苏延城 然后包括煤线铁汉 他也带过包头的路程 只要包头路程他也带过 其实我们现在看 李懿峰指导 这都是在顶级联赛去带队 实际上像王洪伟指导这样的 在已急带队 或者更低的像刚才马老师中场说的 在小学带队带孩子 这些人出境率曝光率不是那么高 收入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们的这种付出 他们的这种参与和投入 其实也是中国足球的基石 老说这个什么 哎哟话 到金字塔了 这个人才结构 俱乐部结构 不健康了 就是塔基小 真是在基层去 默默无闻的去发光发热的这些人 也很缺少 所以说大家讨论中国足球 无论是职业化 还是国家队 然后这么长时间了 包括疫情期间 大家可能 stay at home 有了更多的时间 然后也在更多的讨论这些事情 道理其实谁都懂 问题在于怎么做 是 这个哈萨维上来以后很活跃 速度快 而且传球意识在 这个几大国民里面 应该算是最好的 体能这会儿也充沛 让深圳对后防线 这两分钟有一点困难 刚才李懿这球呢 应该是越位了 下半场比赛呢 李懿在进攻线上 这会儿踢的还是比较孤单 因为对方在进攻上 在不断的去投入兵力 这样的话呢 深圳队要把自己更多的人手 放在后场 先去稳住自己的防守 李懿就只能是顶在进攻线上 自己一个人先是不断的游异 伺机再来打反击 然后他的身边 你看永远至少有对方 一个球员在贴身的去盯防 那个拉贝赫 现在踢了右边后卫 而新上来的这个哈萨维 在两个前锋的身后 相当于影子前锋也好 前腰也好 他是一个出球的轴了现在 而且他传球意识比较强 其他国民在换人之后 攻势上是有起色的 这个阿卜多勒加尼踢的类似是左边后卫 这个阿卜多勒加尼踢的类似是左边后卫 但是你看他这个防线真的很凌乱 这四个后卫 两个中卫反而不是说在最后头的 老是某个边后卫拖在最后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到后来发展起来 真正说西亚的球队 在亚冠联赛的比赛当中 和东亚的球队会存在着成绩上的比较大的差距 就是现代足球越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的发展 你团队性 纪律性 战术性 这个越要去压过于说你球员的个人技术 然后一两个绝对巨星的这种能力 对 你不能太过于放飞自我 你看这个风老是上去助攻 但是人家防守的时候也在他的位置 也能防 这就和我们之前所说的 你说为什么之前 丰田杯或者是市举杯 解放者杯的冠军和欧洲冠军杯的冠军 还能更多的去掰一掰手腕 然后越到后来 这个越是欧冠的冠军 包打天下 巴西的情况也是一样 再换人 这个时候 吉他国民的主教练 是来自 Claudia的教练 内波伊莎·伍克维奇 也是刚刚上任 接替了之前带 吉他国民打0405赛季的教练 巴西人热尼尿 去年弗拉门哥打得那么火 然后这个霍尔赫 赫苏斯 原来在葡萄牙联赛 执教的那个 一头白色长发的那个教练 之前我们也在讲他的故事 先把欧洲球队的这些训练 舰队理念 然后带到巴西去 结果发现包打天下 联赛冠军也拿 解放者为冠军也拿 第一个完成这个壮举的巴西球队 双线作战 拿几冠王 这个不好打 深圳队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年的比赛当中 说为什么 05年的战绩 一下子中超冠军 就断崖式的下滑 很大的一个原因 也有人把它算在了 双线作战的这个情况上 比赛打过70分钟 场上的比分在这个时候 还是深圳队2比1 目前暂时领先 两回合的总比分 已经是打成了3比3 哦 又差一点 这个裁判的跑位有问题 你看 这球已经停半天了 这 极大国民的球员都开始跟裁判抱怨了 还没看到裁判跑到这画面里来 也不知道他这什么手势 吹的啥呀 换人 这是23号沙特卡巴里 替下了9号的这个瓦利德吉扎尼 也就是封线上爱戴的这个下去了 咱们也调整陆伯飞下场 上来的是13号离飞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极大国民看到了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后防线乱了 少了一个后卫以后 这七零八路 站位不成站位 这回防完全谈不上及时 所以又上了一个边后卫 把这个后防线还是补齐 减少了一个前锋 相当于之前出的这招 很快自己又收回去了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到最后阿克力打的也有一点 就是算是思想不统一吧 马杆打狼 两边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踢的都不是铁板一块 基战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 就并非都是十分的严整 但是在那个时候 确实谁在这场比赛当中 对胜利的渴望更多一些 拿下这场比赛的决心更大一些 可能谁就会更多的获得 幸运女神的青睐 李建华 他在这一侧 李建华他的情况呢 就是更愿意以一队多 利用自己的速度和突破能力 去尝试突破 打好了的话 确实能够送出助攻 能够一突到底 但是你出现刚才的这种情况 一旦被对方一个球员断了 他的旁边还有对方的经营手 迅速的传出球来 能够打出反击 这个对深圳队的后防线来讲 就是很大的威胁 还有球迷问外援 说记得有一个叫击码的外援 这场比赛有伤 没办法踢 那个赛季实际上 外援是不是就两个 一个他 一个在场上的马里科 然后 有一个人有伤 马里科是在那个赛季 出场次数要相对更多的 我查上了 看看还有谁 我不计他这注册来源 怎么也得弄满了 对方的门将波西西 那会儿也是门将的一个特点 很多门将在那会儿还都愿意穿长裤 尤其是西亚的门将 这样的画面 咱们能够看到的更多一些 向前直穿球 对方边路的穿中球 再打到近距离 第一落点 被深圳队的球员解围 这会儿啊 深圳建立宝队 集中了非常多的防守球员 在自己的禁区前 组成了很牢固的防线 好球 闪开孔囊之后 交给身后的队友 中场现在 攻防多少有点脱节了 张永海这边上来 李建华 好的 这边机会出来了 王欣欣 面对对方门将 这是这场比赛 能够在常规时间内 杀死比赛的一个 绝佳的机会 这是全场比赛 打到第75分钟的时候 深圳建立宝队 这是把中路的这种 很经典的小配合 给打出来了 那年真的就没有别的外援了 就是吉马和玛丽科 三月份就是这么注册的 更不可能说 年终在没钱的情况下 工资还没发的情况下 再补新外援了 球迷说那会儿亚冠出现 就是半决赛 那是之前 这个赛季不是了 就是大连 之前我们星期一 跟大家回顾的那会儿是 小组第一出现 然后出现就是半决赛 0203赛季 唯一一个赛季那么踢的 后面04赛季 包括这个05赛季 就都是7个队出现 加上未免冠军 8个队打8强了 然后先是1分之1 然后接下来再是半决赛 然后再是最后的决赛 还都是两回合的 主客场的淘汰 好 这时候 90分钟的常规时间 已经结束了 刚才王欣欣的那个球呢 就是错失良机的时候呢 差不多是发生在75分钟左右 然后呢 比赛中间 因为是视频录像剪辑的原因 快进了一下 现在90分钟的比赛结束 双方打成了3比3平 而且各自都有一个客场进球 这样的话呢 比赛就要通过加时赛 来决出最后的胜负了 还有深圳市体育场 这会儿看啊 这个看台上还坐的算是满满当当 对啊 然后来到10年11年 就深圳队上一个中超时期 最后末期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转深圳队的比赛 还正好赶上了一个大雷雨的天气 那看台上真是稀稀拉拉 现代足球的这种地域密着型的俱乐部啊 能不能在一个地区扎根生存 你和是不是能够赢得一个地区的球迷的心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咱们都说现在中超的这些球队 说要这个去企业化的队名 这个日本足球其实早就已经这样进行了 他那会儿很多的都企业养的球队 都慢慢的去变成了 由企业然后市民还有更多的赞助商 然后一起这样的去投资的球队 你说人家一开始改的时候 有没有心里打鼓 说我以后这球队养不活 肯定也打过鼓 但是现在你看如何 各个都非常滋润 对吧 也不怕说哪家 你现在听说哪个日本俱乐部 说我这没钱了 活不下去了 没有 人家那真是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家那会儿一开始 说日本的队比你这还是企业队呢 人家就是企业养的队 本田 丰田的这个队 本田的那个队 和电工 日产 然后后来是日本足球的联赛 整个改制之后 人家你先是不管你什么队 你先把队名都改了 对当初创严赛郎在这个建立这年赛的时候 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讲的就是这个不能有这种队名 因为你有这个企业队名以后所有的关注你这支队的可能就是这个企业的人或者最多家人他们家人 但是你要是用地名的话 那就是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是你潜在的这种 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 潜在的顾客 潜在的上帝 当时穿严三郎有一个非常宏伟的设想 就是全日本每一个市300个还是3000个 我记不清了 每个市都有自己的球队 那这样这连赛就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 急坏闪开空档 大猫 球进了 全场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的时候 这是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替补上场的李明 李明是在常规比赛时间的第89分钟出场 他送出了一个精准的直C球 这场比赛一直在和李毅大帝斗法的对方的5号后卫卡迪 这时候终于是体力不支了 而李毅还有体能 他高速的前插 然后闪开了空档 停球之后 蹚过对方的门将薄熙熙 顺势将球再送进球门的死角 最后的那一个小角度打门 显得妙到天好 这个球有没有似曾相识啊 再看啊 停这一步 对方门将出 晃 挑 打 一气呵成 有没有似曾相识啊 这个球 2004年亚洲杯的决赛 当时李毅是想这样去过对方日本队的门将 被人家伸脚把这球捅出来了 那个球没进以后李毅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一年之后啊 在2005年这个球同样的角度同样的这个对方门将出击的状况 过掉了门将打进去为深圳队获得了胜利 所以你看刚才他的这个庆祝啊 也算是解了自己的心病了 嗯 最终呢 我们也是在这场比赛下拜时的视频剪辑当中看到了李毅 全场比赛绝杀比分的那个进球 然后最终凭借着这个进球在加时赛当中 深圳建立宝队也是击败了当时的阿赫利队 取得了两回合比赛的胜利 晋级到了那一年亚冠联赛的半决赛当中 虽然接下来半决赛面对爱因输了一个大比分 然后